我兇殺案的現場 各位槍施的讀者 馬安 我們今天的新聞直播 就是位於大埔龍尾村 現場是發生了一宗兇殺案的 我懷疑那個死者叫做蔡天鳳 沒趣的 日前就失蹤了之後 及後就被發現 在現場 在這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把机关系软软 把机关系不上 让机关系百分 关系组织 看到一个机关系组织 把机关系组织 它是最多的 甚麽这个号是最多的 像它是一桶 二桶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的聲音 不好意思 因為機卷有點故障 各位channel室的讀者 我們今天新聞直播就是關於大埔龍尾村 發生了一宗兇殺案 瑞絲案 而死者就是毛德爾 蔡天鳳 英文名 他日前21日那天失蹤 及後家人就報警 現在22日警方再發一個尋人 即是失蹤人口那個 到了今天的下午 警方人員就來到上旨 根據找到上旨去到大埔龍尾村 其中一間三層高的村屋地下的層 現場所見 因為記者和警方的距離 大約有差不多300呎 差不多200至300呎 兩個籃球場那麼遠 可能畫面比較遠 大家可以看到那間村屋 底黃色的那間村屋 三層高的村屋 可以看到在左邊 他在地下底層 懷疑是兇案的現場 警方的法證人員和警方的法證人員 交入西九龍重案組去調查 據知剛才有警方人出來 我們說過起碼搜證時間 起碼要六小時 剛才在現場 警方都有用藍色膠箱 拿走了一些證物 拿走了一些藍色膠箱 還有離遠我們也看到 警務人員那裏 為數差不多30人都有 還未繼續在屋裏面 可能發生在底層 最低的房子 因為三層高是其中一間 案發現場應該是最低的單位 離遠也看到一些黑色窗簾 但原來據那些村民 剛才我跟那些村民說 那些黑色村民應該不是警方的 原先是這間屋的陳設 所以平時警方應該都不會 弄這些窗簾 雖然他方便自己做事 可能都在裏面 但通常都是用垃圾膠袋 遮窗 很少用窗簾 所以都有點奇怪 所以剛才再問那些村民 村民說不是 應該在屋裏面 原先這幾天都是這樣的 因為剛才直播之前 也有跟龍美村一些村民聊過幾句 有些村民說 現在門口 大家看到一輛白色七人車 據知那輛七人車是有中鋼牌的 因為你知一輛圍村 那些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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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他們的排車規矩 通常有些外來的車 如果排入來都會比較外眼 因為就不同街 那些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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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些人擁有中鋼牌 那他旁邊有中鋼牌的車 那些圍村 那些圍村 圍村 那些圍村 有丫致的車 那些圍村 那些圍村 有본 那些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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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屁幕 那些 tropon 那些圍村 那些圍村 以及 這家圍村 其他村民也有看過這輛車 但又不知道是誰 這輛車大約拍了一個星期 這輛七人車遠處 白色七人車在空岸現場對出單位 未肯定這輛車是屬於死者還是國家人 剛才村民有說過 由於現場的環境 各位Channel識的讀者 現在我們深入的新聞直播 就是關於大埔龍尾村 發生了兇殺碎屍案 死者就是這個 蔡天鳳 英文名字 他都活躍在時裝街 甚至乎一些娛樂活動 近來都經常性出現 還有他背景還有 還有這個譚仔 迷線太子爺的太太 所以那個背景比較富裕 所以警方都很重視 可能一開始都擔心會不會是涉及其他事情的案件 現場所見 一間村屋 就是那間 黃色的地下單位 就是兇案的現場 死者 蔡天鳳 懷疑租人去碎屍 然後 還有 應該據知 剛才說 頭部 還有在雪櫃裏 部分的肉 師生 都試過被人攀煮過 所以現場都 警方的守正方面 都需要一些工夫和時間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剛才也說 他剛才那間 車輪車停泊在這裏 我據知 我本人的朋友都住在這裏附近 所以上次來這裡才吃 原來他們圍村這些村 也有些規矩 就是 原來進來才吃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裏是丁角路 這裏是龍尾村 外面其實有很多 燒烤的自助餐 所以 平時 星期六日 很多人都派車進來 所以龍尾村 剛才去村口 亦都有一些雜 慎防外來車派進來 所以 如果派進來 我上次的經驗 就要WhatsApp給村長 拍下自己的車牌 以防其他外來的村 外來的人 派車進來 這樣 保障自己的村民 所以這次去哪裏 這裏的行車 會拍在門口 這麼快 就讓村民覺得可疑 因為都未見過這輛車 好像我剛才所說 沒有向村長 或者有關的人士 說我會派車進來 所以特別外眼 也有些村民覺得可疑 都有去看過這輛車 現場也有其他行家 不好意思 由於我站的位置是山坡 山坡斜路的位置 所以比較不穩定 有時 各位青島社讀者 今天的新聞直播就是這個 今天的 大埔隆明以邨的 兇殺案現場 三層屋 村屋 地下最底層 應該就是案發的現場 剛才看到很多 很多手政人員 都拿了一些 身處的防護衣 就是那些 戴上手套 好像大家 前時看到那些 發政人員 就進去現場 也有看到 照那些藍燈 那些湖光燈 應該都是 都是兇案現場 在搜集證據 現場所見 暫時都未解封 也有那些 正方的 那些角落的大 圍住了那個村屋 所以我們其者 和這個村的位置 相距性 差不多300公尺 這是一段距離 據知 剛才有幾個議員 都說過 要搜集 起碼要6小時 4至6小時 4至6小時 對 現場所見 就是大鋪龍尾村 香港的現場 也有其他 行家在搜集 我們試一下 如果這個村這個位置 我們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在村 其他地方會否見到 其他地方 景象 我試一下 好 我們試一下去看看 龍尾村的大致範圍 希望可以讓讀者 看到更多畫面 要少時間 由於村路比較暗 要繞山路 我們試一下 走到村口 看看 現場 就是大鋪龍尾村 剛才那個村屋的位置 就是空岸的現場 就是 莫德爾 周蔡天鳳 被謀殺的地方 我們現在試一下去 村的另一個位置 試一下可不可以 看到其他地方 可不可以在另一邊 接近警方那邊 不過剛才 都試過 都一樣 都是 警方都圍了一些 帶去 不讓其他人走近 那個案發現場 很重要的 我們走了屋的後面 後面那條路 希望可以在另一個位置 看看會不會見到其他地方 正尋 現場就是 大埔 inne村 今天發生空岸的現場 看看 到另一邊 看看對我能看到 演場 我們可以看到,警方也封了村民的停車場 現場也是,另一邊也是 都是村屋的位置 現場也是不讓人接近屋的範圍 剛才我們在那邊也看到案發現場 現在繞到另一邊屋的後山 後面屋的另一條路 來了屋的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 離遠是看到的 遠了一點,因為距離也很遠 在左下角最低黃色的位置 就是剛才我們在另一個山的斜坡 左下角最低黃色的位置是案發現場 這個情況,距離其實都頗遠 大家看到,其實連綿都連續是一排村屋的 有些村民,好像有些報導也有說 有些村民聽過有吵吵聲的 試過在21號那天的夜晚 有人聽過10點多鐘有吵吵聲 及後沒有再吵聲 沒有了吵吵聲的 未知是否跟事件有關 也是剛才去到一些村民所說的 遲入來的槍吵聲讀者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今天發生 這個瑞絲案的現場 大埔隆尾村 現場所見 因為可能多了很多坐坊車 變成這個奧隆尾村一時間都 到交通就要去擠塞 現場是大埔隆尾村的 案發現場 據知 死了蔡天鳳 活躍是時裝界 亦都是這個譚仔 譚仔的太子爺的太太 原來她之前有離婚的 亦有一兒一女 她在21號那天在失蹤前 穿白衣白褲白色的拖鞋 原先去大埔科進路 接過女兒和前夫生的女兒去學校 但及後後失蹤不知去向 家人就報警 警方22號那天發尋人通知 由於警方覺得案件有可疑 很快去找到案發地點 就是大埔隆尾村 及後入屋 再發現到死者蔡天鳳 她就頭部在這個雪櫃 私生亦都試過被人斬檢 及有些攀主過 及後拘捕了前夫的父母 及前夫的哥哥 三人兩男一女被拘捕 就是現場所見 對於警方封鎖範圍都頗大 據知應該是居住在上面的 才被開車去到範圍 而村外的停車場 村外的停車場 被警方圍封了 因為剛才說 在案發單位外面 因為案發單位 警方都檢查清楚 到底是否村民車司放行 不是全部車都可以進入 一定是村民才能進入 剛才也說過 案發現場單位 我們離遠就是看到 黃色燈那裏 左下的黃色燈那裏 就是案發現場的單位 外面就是用黑色的膠 黑色的布簾 大家都見到 離遠可能 由於太遠 影像的質素可能差一點 離遠都見到肉眼就好 見到警方剛才有三四成文 警方人員 另外一些法證人員 就進入屋 也進行守證 還有一些藍色膠箱 搬狗的一些證物 現在警方人員 仍然在案發單位上 在守證 現在我們可以游再回到村民 剛才的位置 大家見到 這就是入村的枝路 可以去到案發現場 警方人員 也攔住了 不是全部車都被放行 而另一邊 大家都見到 另一邊 村的另一邊 一個停車場 警方也是封鎖 不讓人進入 可能進入 可能進入都會查清楚 都慎防 可能和案件有關 大家見到 而村口 其實都有七至八位 在台方龍尾村的村口 我們都見不到 有些警方人員出入 接下來 死者 失蹤那天 身穿白衣 白褲 白拖鞋 最後出現的地點 就是大埔科進路 如果有人在之前 有見過 有見過 死者 假設 有見過 或者可以提供線索 可以聯絡警方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 一些資料 或者其他 希望可以幫到警方 更加可以破案 死者 沉腰突雪 好 我們又再去回 剛才那間屋 大讀者 大家 都見到 可以去到那個範圍 其實我們都盡量會去的 我又要回到後山 再去看那間屋 即是岸發的位置 原來都是一些 很多的採訪車都拍了 因為今天的行家都來了 很多人都來 去報導新聞 現場仍然在守候 讓我們 鬥回村路 進去 我們 找回村路 各位村老少讀者 我們現場就是 大埔丁國路的龍尾村 我們現在 回到後山路 我們也希望大佬讀者 可以接近案發的現場 大埔龍尾村 今天揭發到這宗 瑞斯命案的現場 剛才有些村民都說 剛才我們跟村民有些 告訴我們 剛才 案發現場門口 就拍了一個七人車 已經拍了一個星期 到底他是死者 還是 案發單位的人 暫時都不知道 這刻都不知道 來回這邊 就是後山那邊 記者都 大部分都在這邊 因為錢都 接近些案發單位 這裏就是 最近的案發單位 最近的案發單位 大家應該就 看這個單位 這裏會比較接近些案發現場 距離我們 大約 3個樓球場 300呎 這麼遠 案發單位 樓上應該是第三層 樓高是三層 案發單位 應該是地下層 剛才三樓沒有人回到 現在剛剛回來了 大家看到三樓開燈 但其實案發單位 應該是地下層 大家遠遠都看到 鋪了黑色的窗簾 根據剛才的村民說 這些窗簾 原來就是案發單位 的家人 應該是搬來 大約一個多星期 剛才也說過 剛才去門口 拍了一個七人車 而且是中港牌 引起一些村民的可疑 其實村民也想知道是誰 因為剛才村民說過 這個車應該是近一星期 由於拍的位置 有些少許阻路 所以有些村民試過安裝 案發單位 但發現房子裡 好像很簡陋 沒有層次 以及裝了黑色窗簾 所以居民更加覺得 有些好奇心 試過安裝 都想叫那個七人車 沒有排在這裏 但也繼續拍到現在 到底那七人車是死者的 還是案發單位 暫時都沒有可以確實的 知道 知道我們一定第一時間 告訴大家 各位讀者知道 和案件有沒有關係呢 是這樣的 警官仍然有大約三四十名 警務人員在屋外 另外有 剛才眼見也有些 穿著保護衣 戴著白手套 加手套進去 我們也看到 照著藍燈 那些人在搜證 剛才有幾個人說 他們搜證可能要搜到 今晚凌晨 大約要搜六個小時 現場就是大埔農民村 四隻賽天荒 懷疑應該租人睡屍 頭部放在雪櫃 其他私人也有攀主過 因為她本身的背景 也是 淡仔米線的太子的太太 所以警方都 極度重視 可能擔心一些 涉及金錢或者其他 所以就 在21日收到家人的報警之後 22日就發出財民通知 今天就揭發到上次的單位 發生了命案的 對 現場所見也是這樣 由於 我看到的畫面搜證 都是出出入入 警員都是 都交著緊 沒有任何 進一步的動作 據知他拘捕了死者的父母 不是死者 前夫的父母 和前夫的哥哥三人 涉及這個空案 就是這樣 拘捕了三人 對 對 大家看到的 三樓地下 地下 就是按摩單位的 因為警方都是出入在那個單位 和一些 搜證的單位 對 如果警方有交代 我們也會第一時間為大家報道 好 好 我現在的太太 之前和前夫 肉有28歲 之前和前夫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他身穿白衣 白褲、白胎、白胎和紫色的手袋 去大埔科進路 接這個 前夫和前夫所生的女兒 及後 就失了鐘 下午兩點多 就失了鐘 家人之後 就不見了 就報警 警方22日 就發陳雲通知 今天就破案 就發現 在上指的單位 大埔龍尾村地下的單位 拘捕了 他前夫的父母 和前夫的哥 懷疑他這種命案 而現在 死者蔡天鳳的頭 和部份的身體 遭到斬檢 頭部就放在雪櫃 暫家現場 所見就是案發單位 門外的七輪車 是懷疑和案件有關的 警方剛才都有 拿一些藍燈 和護光燈 都照顧的 門外的七輪車 所以相信門外的七輪車 和這個命案有關的 但至於是死者的 還是兇手家人 暫時還未知道 大家看到的都是這樣 好 這樣我們 由於警方仍然在調查中 所知的資料 也有的資料 我們剛才都為大家報道過 如果一會兒我們再有進一步的消息 再和各位讀者去分享 和去報道這件事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們Channel C的直播 和直擊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